中原古迹,带你走起 这里是河南省夜县农泉乡的农泉村 在这个村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桥 叫翠花桥 翠花桥是它的小名 它的大名叫厉河石桥 它始建于明代 已经有将近600年的历史了 我们先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下面的这条河就是厉河 现在我们走近看一下 这个桥总共有31孔 全长是60米,宽5米 每孔都有5块 数吨重的石条,不施而成的 这座石桥是既美观又实用 一直到1981年 新的大桥修建完成并投入使用以后 它才正式退役 在历史上 这座石桥曾遭受过多次的大水袭击 所以形成了过山车翅的跑道 我们站到这个地方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上面的石板颜色是不一样的 第一道,第三道和第五道 都是用青石板铺设而成的 专门供行人行走 而第二道和第四道 是用褐红色的红石来铺设的 专门供车辆来通行 这中间全部都是用铁抓钉 连接加固到一块的 可以看到这些行车的红石板上 有非常深的车折印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因为在古代 要么是人力拉车 要么是驴 马 这些动物拉车 它们本身没有多大的重量 形成这么深的车折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古代这条路 非常的繁忙 经过这里的人非常多 长久形成的 这桥两边 桥顿的部位是有装饰的 这边是一个类似龙头的东西 而另外一边是一个类似龙尾的东西 其实按我的理解 这个它不是龙 而应该是龙之九子之一的功夫 因为功夫又被称为避水兽 它喜欢细水 常常就被用来安排到桥头 用来震水防护 保平安 而且它的头是扁的 放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更重要的是为了分解水流 这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 已经不多了 我通体走了一下 看到头的部位也就剩了三四个 而尾巴似乎更少 这就有一个 只不过后面的部分被砸掉了 前面的纹路还是可以看得很轻的 这离河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澈的 现在依然还有人在这里洗衣服 看这里还有个龙头 但是龙头被砸掉了一半 这边刚刚就有人在这洗衣服 然后现在洗完正在晾晒 这个地方一定要到夏天来 夏天来会非常热闹 很多小孩在这洗澡了 洗水了 非常不错的去处 相对来说这个瘦头还是比较完整的 好 这个翠花桥我们就录到这里 好